爸爸的病情我講是很嚴重的 癌症 甚至有醫生講就是說能夠撐多少 也不知道對不對 一講可爸爸病情 張祺凱眼神突然往右移 原來是一旁的黨團主任陳志涵 眼神示意細節可千萬別再講下去 或許就是因為蔡秉如這幾句 已經鬧得滿城風雨 18號的半夜有見到有去看了 有放了之下 那目前在家務病房觀察 蔡秉如成了白影黨內唯一證實 客家父子見過面 讓客家小妹柯美蘭 氣到直接在黨代表群組大開連環炮 要大家專告蔡秉如 請她閉上嘴 更嗆早該跟她切割 橫拼你沒資格泄露我父親病情 請不要做一個讓我感到厭惡的人 黨內還是希望說 呼籲也轉達各個黨公職 發言的時候要謹言盛行 從前一天戰狼小姐姐神志涵 親上火線打臉蔡姐 到黨中要一句謹言盛行 讓創黨之母滿頭貝丁 還有小草直衝蔡秉如臉書留言 問她夠了沒 別消費柯文哲 蔡秉如親自喊冤回應 不團結搞分話 能不能叫記者別再問我 柯家人問題 台灣民眾黨一直以來都在網內募打 主席不在了 我們應該要更堅強團結才對 怎麼會有傳出說 秉如姐要在操控地方的一些黨代表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嗎 鼓勵大家出來選黨代表 不是一個好事嗎 我們兩個應該認識非常非常久 柯美萊醫師是一個非常認真的 你也很認真 對對對 好啦 物以類聚 過往的物以類聚已成追憶 課爸爸病情 白鷹就怕大家你一言我一語 沒得到大眾同情 反而先傷了黨內感情 近期文綜合報導